统民党在第15届大选中总共竞选6个国席 除了麻婆外 在每一个议席都对上了重量级的对手 统民党竞选的雪州议席丹荣加农 是国阵雪州主席诺奥玛的6届老巢 只是诺奥玛这次不再出征 取而代之的是当地乌统副女组主席哈比巴 统民党派出的是41岁的社会工作者西蒂·拉哈玉 他是秋节区街头书访的创办人 过去几年来他替吉隆坡秋节路一带的边缘小孩补习 竞选开跑以来西蒂天天勤跑选区 所到之处反应似乎不错 可是我们在街头随机采访 却发现还是很多人不看好他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主席 主席的主席 主席的主席 主席的主席是高的 主席的主席 那是实际上的主席的主席 主席的主席的主席 西地的人和党都没有太大知名度,而且还是个外地人,西地也知道自己面对艰巨一战。 在采访中,她说当地巫统因为诺阿玛无缘上阵而内讧,可能增加她的机会。 她也希望选民看到在几打出生的她,当初也以外地人的身份到吉隆坡秋节路服务,一座就是七年。 三十五分钟。 三十五分钟。 然后,我担任现在是在某厅里面。 在某厅里面的声音,我继续带到某厅里面的声音。 在某厅里面的声音。 我在某厅里面的声音。 在某厅里面的声音中,我发现自己的声音。 在某厅里面的声音。 加上去哪里 希望肯定会有什么好处 我希望肯定会和我 大学时修读政治系的 西迪也说 兜兜转转几年后 他终于走上政治这条路 总算是回归了自己当初的心志 我感觉到这条路 我感觉到这条路 我在你运动的 我学习 我感觉到这条路 我感觉到这条路 很严重 尤其中的那条路 当时我居住 人们仍然想知道 我感觉到 我们在开放 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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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他们的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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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我认识没有兼顾性,明年年年代的方式 但有人可能有新墙,新墙的新墙,新墙 新墙、新墙的新墙